更多的不一樣的觀點或想法 或是都為人家兩邊覺得都很好 但如果說你們技術都會了 那其實現在差別就在於說 你能夠演繹多少的故事 然後你拿去想 你講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故事 你的觀眾裡面有多少人是計程車司機的害理 或是他就是計程車司機 所以這是不能翻門弄的事情 所有的職業 所有的你想講的故事都不能翻門弄 所以你們要有這樣子 抱持著很大的敬意去觀察 去跟這個世界學習 那我覺得再來決勝點可能是這些了 最後一點總結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確實 對啊 我覺得六部其實在技術上面都 我自己在看也都還蠻平均 也都做得很好 只是可能就是真的在劇本 角色上面有一些值得作談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個人蠻常去 比如說是心態一給一 做類似的作談 那其實我會覺得 每一次去這些學校都會發現 很多學生很容易把那種長片啊 三幕劇的結構全部都塞在一個短片當中 然後拍了二三十分鐘 是很常見的 但是在這次來政大 我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是老師教的好 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就是會讓大家覺得 會讓我覺得 大家都有意思自己在拍一個短片 而且 雖然有一些很特別長 但那部片就結構上來說 其實它是可以做短片的 就是它並不是一部三幕劇 它也是可以做成更短一點 所以我覺得說 哇 六部作品其實算是在都有自覺說 我要做一個短的東西 那其實這就很重要了 就是說因為 各位之後畢業 畢業製作去參展 你會發現到一個協靈靈的事實 就是說大部分影展有時間限制嘛 像台北電影講是20 然後很多國際影展是15分鐘 那甚至現在聽說 很多影展都降到10分鐘了這樣 因為很多人沒有耐心 看你拍30-40分鐘 那10分鐘15分鐘 就可以看出來你 有問題的V白故事駕馭好 那我認識到很多同學 那他們都會跟我說 老師因為我有一個宏大的故事企圖 所以我一定要拍到30分鐘 然後把故事講完 但是現實狀況就是 你拍到那麼長 你就是連參展都不能參展 大家看都看不到 你要怎麼去表達影響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長度的部分真的是要 再控制好一點 然後立志的話 希望可以自己20分鐘以內為目標 這樣的話 我覺得對自己未來的影展之路 就對自己的導演之路 他去創作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短片真的是一個各位的名片 就是大家去怎麼去認識你 就是透過這個短片作品 那之後你可能延伸下去 你要去拍 你拍廣告或拍電影 短片都會跟著你 然後他都會介紹 都可以介紹你的能耐 所以大家聽說好像是大戰大事的 這在做好大事吧 那期待各位在今年的畢業製作 都能夠有很好的表現 好 大家加油 我很簡單就是我很會各位感到高興 然後因為真的今天來看這六部影片 比我之前好像我忘記是幾年前來參與過一次 我覺得真的在拍攝技術上有大的提升 然後每一位創作者充滿了個人的風格 那技術跟你的方法一定會有越來越成熟的一天 但是我反而想要提醒在座的各位 就是能有這樣的機會 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討論的是很幸運 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那請你記得你還充滿著夢想的樣子 因為這個很重要 謝謝 謝謝